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华泰保利格是一款国产SUV 生产商为山东华泰汽车集团 在几年之前 华泰曾经以合资方式生产过之前的现代特拉卡和圣达飞 后来这几款车型在现代公司被更新换代后 就以纯国产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华泰有着非常丰富的SUV制造经验 而保利格则是华泰完全自主推出的第一款SUV 这辆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车型高大威猛 1754毫米的高度已经超过了很多市面上的主流SUV 除此之外 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独特的大嘴了 从第一款自主推出的轿车B11开始 华泰似乎就将自己的前进气格山定位在了这样一种造型 人颂绰号小宾利 前大灯的造型微微上调 而且从行政板往上就配备掀起大灯了 这一点还是比较厚道的 发动机盖上的两个线条突出一种肌肉感 相比较来说 侧面的线条则比较单一了 而且车尾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车顶部分 两驱智慧版以及行政版以上的车型还配备了电动天窗 保利格的四个大脚与高大的车身相得益张 尺寸为235-55R18 轮毂为粗壮的五幅铝合金结构 并且全系都是全尺寸的备胎 这一点非常不错 较大的扁平比也使得保利格 在应付困难路面的时候更加从容 保利格的内饰意在营造一种大气豪华的氛围 只不过一些地方迫于成本的压力 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材料 手感也差了一些 考虑到它的价格 这些也可以接受了 全系车型中控台标配大尺寸液晶显示屏 而在显示屏的两侧和下方则排列着音响和空调控制按钮 有一点科技感的味道 多媒体方面全系都配备外接音源接口 并且两驱智慧版和所有的四驱版都带有GPS导航 说到空调 全系也是标配自动空调 而且在四驱旗舰车型上甚至配备了后排独立的出风口和温区控制 另一方面 保利格尺寸上的高大则完完全全地带到了车内 创造出的空间非常宽敞 无论前排还是后排 两驱智慧版以及行政版网上的车型 还配备宽大厚实的真皮座椅 可以说一家五口外出旅游都能乘坐得很舒服 此外 全系车型都配备了ISO FIX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即使带着孩子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前后排都有相应的杯架 后备箱在后排座椅不放倒的情况下 就有690升的容积 五个人的行李可以轻松放下 而将后排座椅完全放倒后 最大容积可以超过2000升 冰箱 洗衣机都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座椅放倒后 后备箱地板不能做到完全平整 在放倒处还是有一定的凸起 性能篇 公路使用为主 宝丽哥全系有两种动力 2.0T柴油机和1.8T汽油机 前者在北京这样的地方 无法上排 2.0T柴油机的最大功率 110千瓦 最大扭矩310牛米 汽油机则是由上汽集团生产的 1.8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118千瓦 最大扭矩215牛米 这款汽油机已经在 荣威550和750上使用过了 技术惊得其考验 变速器有两种 四档自动变速器和五档手动变速器 相比较来说 前者的平顺性和经济性会受到影响 不过优点就是简单可靠 保利格分为两区和四区版本 四区系统是一套适时四区 中间采用粘性偶合器的四区连接装置 只有当前轮发生空转时 一部分动力才会转移到后轮 并没有越野低速档 所以保利格并不是一款纯越野性质的SUV 日常使用它还是以公路为主 兼顾游山玩水时一定的通过性 不过正因为它的驱动方式 在经济性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 目前保利格的售价从11.97万到22.97万 售价较低的几款两区车型 更具性价比 长宽高分别为4618毫米 1858毫米 1754毫米 轴距2620毫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